病痛 近来有很多言论批评佛教的领袖似乎不关心患病的人 批评的人指出其他宗教的信徒经常往来于各间医院去安慰病人 这种对病人的关怀方式的确是值得表扬的 在佛教国家每当信徒邀请法师去探访病人的时候 被邀请的法师都会很乐意施语援手的 事实上懂得传统疗法的法师通常会被病人当做医师来求医 而且他们经常都自愿为病人服务 由于很多佛教徒对本身的宗教所知不多 因此就无法反驳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攻击 这种对自身宗教的冷漠态度使得其他教徒得意趁机 去奉劝佛教徒改讯其他宗教 这些其他的宗教信仰者甚至宣扬救世主的存在 并且以落地獄的手段来恐吓受害者改讯其他宗教 佛教的法师绝对不会这样做 相反地法师探访病人的时候 他们都会落于在病人家属或病人好友的陪同下 除了上医院之外 他们也会去病人家旅探访 每一个人都会生病 我们应该安然地对待他 然而 到某一个人患病的时候 除了以现代医药疗法去治疗病人以外 最好同时邀请法师来举行宗教触土仪式 来缩短病情的复原时间 这种触土仪式 对一位具有正确宗教意识的病人来说 能够产生一种心灵和心理上的正面作用 使到病人加速复原 尤其是当病人是心有所念而致病的话 法师的触土仪式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例如说 假如认为疾病是由外界影响 或者邪灵所引起的 这样宗教触土仪式 就能够产生一种良好的心理作用 这种心理转变 能够使身体产生有效的电磁波 来促进加快复原 当然 身为一位心懂佛理的信徒 我们不应该认为邪灵是致病的主因 佛陀的圈高是 当你身体患病时 千万不要让你的心也生病 这句真是金石良言 除了记取这句劝告以外 我们也应该以我们的知识和智慧 来求取正确的医疗方式 而不是盲目听取迷信的解病之说 我们的知识和声明